花蓮县开林宫每年的年终都会寒冬送物 直到现在也有14年头了 9号上午捐出将近4000公斤白米 和上百分别生物资给弱势家庭 其中1500公斤的白米是捐给花蓮市 市长为加贤特别前往开林宫 向李市长等人表达感谢之意 花蓮县开林宫年年寒冬送物资的工艺扇行 至今14年未曾间断 9日上午再度捐出近4000斤白米 及上百分民生物资给弱势族群 其中1500斤白米捐赠给花蓮市 由市长为加贤代为受赠 并执政感谢状给开林宫三星协会理事长李伟臣等人表达感谢 面前所看的都是5500件 他后出过来2400件 是那边换算现金 要来买一些有需要人 有需要人觉得家里要留在面子 所以说龙众今天 今年二十几年的作法 我来给你弄加起来是7800件 所以这十几年的中间 我们也想到我们所有的乡亲 和我们这些匯缓都来给我们支持 不间断就这十四年的中间都给我们支持 所以我们才会去那里才会拿板 拿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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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说以后呢 以后呢 以后呢我们这个工业活动呢 可以继续再做下去 对社会的一部分的帮助 十四年前开林宫成立善心协会 透过管委会干部及信徒们出钱出力 定期辅助弱势清寒低收家庭 借此将开张圣王对世人慈悲为怀的精神 转化为对弱势的关怀 那首先也谢谢开林宫慈善散心协会的理会长 还有所有的理监事跟会员伙伴 连续十四年不间断的来做我们弱势的一个关怀 那今天也捐赠百米给我们花莲市的一个爱花莲食物银行 那我们希望也将这些的散心物资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来领取 那也再次提醒大家 爱花莲食物银行不只是涉及在花莲市的朋友可以领取 全花莲县或者是你需要帮助的朋友到那边填写相关资料 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一个物资 那真的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对于弱势乡亲的关心跟关怀 再次的感谢你们 那也谢谢开张圣王的庇佑 让所有的花莲的乡亲们一切都能够平安及相快乐 除了百米还有油盐等民生物资 另外也捐给吉安商 现议员郑宝秀和新城商民代表陈伯昌联合服务处 魏嘉贤表示 这批爱新物资将存放在爱花莲食物银行 有需求相亲可到食物银行洽巡 接着长帮彦宏领事报导 欢迎订阅